这一天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曾经用实力重压全体猛鱼 谁都不敢触及的大老黑 现在看起来很孤独 他经常一个鱼趴在脚落看着对面 心想 为什么他们几个老鸡 全部都搞在了一起 就连之前被他打趴下的小黑鱼 现在都已经融入了对方阵营 看着当初被自己踩在脚下 肆意欺辱的对手 现在过得比自己还要好 很明显 他羡慕了 他嫉妒了 他只能把满腔热血 撒在了泥鳅身上 空有一个强弱的体魄 但精神疲软 再这么继续下去 他很有可能失去自我 所以我决定 让大老黑融入他们这个大驾系 但是考虑到之前 大老黑单枪匹马 以一己之力 把这几个全给都爬下了 要是现在突然出现在别人的地盘 很有可能会比全欧 所以得从他们六个之间 选出实力担当 先和大老黑去搞搞关系 把严重倾斜的天皮 慢慢摆正 毫无疑问 这个任务必须落在大铅笔身上 要知道现在的铅笔 早已不是当初刚来的时候 那个16公分的小铅笔了 如今的铅笔 体长60多公分 度大腰圆 伸手脚尖 爆发力惊人 让他第一个和大老黑接头 就算不能和谐 至少也可以全身而碎 铅笔一个闪身 出现在了大老黑的缸中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 似乎并没有把这次任务 当做一回事 多少有点没把大老黑 放在眼里的意思 而大老黑因为铅笔的闪现 起初好像懵了一下子 反过来神之后 发现来鱼竟是对面的铅笔老弟 心想这下终于有办了 铅是嘴就过来和铅笔打招呼 这时候的铅笔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面对大老黑的热情迎接 都没正眼看别人 反而扭头就跑 不跑不要紧 这一跑坏了 大老黑不乐意 那气呼呼的就搁后面追啊 人家那是天天趴在那里瞅 眼都瞅猪皮了 好不容易把对面的哥们 给判过来一个 说什么也得好好的玩耍玩耍 就这样铅笔跑 大老黑追 经过一番交流之后 气氛终于得到了缓和 只要铅笔和大老黑能够和谐共处 又能为后期的多余建交 订定一些基础